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狡猾刁钻的病毒出其不意地击垮了很多人 很快 它又引发了经济问题 为了应对疫情 人们几乎不能工作 不去消费 全球经济大受影响 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现在更大的次生灾难来了 新冠疫情已经从健康经济问题深入到了政治问题 最近 美英法等很多国家忽然抱团指责中国 把中国推到了一个很艰难的处境 第一个 是美国 早期还好 1月24日 特朗普还说 中国一直在努力遏制新冠病毒 美国感谢中国的努力和透明化 类似的话他讲过不少 但最近 美国疫情加剧 特朗普和他的政府急需甩锅 于是 话风调转 开始不断指责中国 说中国隐瞒疫情 说中国囤积个人防护设备 从中谋取暴力 说中国或许延误通报疫情信息 赢得国际的商业竞争 越来越污水猛烈地泼过来 而且 最近非常集中 美国CNN的一档节目表示 特朗普决定指责中国 决定指责中国 这个词很有意味 通常 我们要不要指责一个人 应该是发自本心的 他错了 我们就指责 没有错 就不指责 而我决定指责你 那一定是经过了深思熟虑 利益衡量的 往往是对我有利 所以我决定指责你 毫无疑问 特朗普此刻指责中国 是对他有利的 除了可以推卸他抗疫不利的责任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美国疫情水深火热 人们生活大受影响 不满情绪越来越重 民众除了对政府失望 也难免会对中国诸多不满 指责中国可以为特朗普赢夺更多支持 当然 不止美国 最近很多国家都开始公开指责中国 英法德 土澳 加拿大 纷纷扎堆变脸 比如德国 德国总理默克尔此前一直称赞中国的抗疫努力 前几天他口风突变 督促中国在疫情上尽可能保持透明 提供更多关于疫情的早期信息 尽管这个表态比较委婉 但明眼人还是可以看出态度的转变 欧洲发行量最大的德国图片报 随后直接炮红中国 隐瞒疫情 违反国际法 应该赔偿德国1490亿欧元 很快 德国媒体纷纷跟进 组队要求追究中国责任 还有法国 两个月前 马克龙总统说的是 对中国政府采取有力的抗疫举措表示钦佩 对中方本着公开透明态度 同各国合作抗疫表示赞赏 但4月16日 他忽然换了说法 表示 中国在处理疫情中存在灰色地带 西方不要过分幼稚 显然发生了一些我们并不知道的事情 还有英国 3月30日 英国外交大臣拉布 在回应英国人对于中国的指责时 说 我们和中国有很好的合作 而4月16日 在马克发表言论的同一天 这位赞代首相职责的外交大臣改口说 毫无疑问 这场危机过后 我们和中国的关系不可能回到以前那么好了 我们需要他们就疫情问题给出答案 病毒是如何产生的 为什么不能及早阻断病毒 类似这样的变脸最近频频发生 原因和美国类似 一是这些国家疫情形势都很严峻 民众不满情绪高涨 政府只好转移矛盾 拉中国一起背锅 二是西方国家 或多或少对中国抱有偏见 甚至敌意 顺风顺水时 还能保持友好的合作 一旦出现矛盾分歧 脸色立刻就不好看了 之前有媒体报道过 国外出现了很多向中国索赔的声音 之前这些都只是嘴炮 而4月22日 美国密苏里州的付诸了行动 该州检察长真的提起了民事诉讼 向中国索赔 他说中国政府欺瞒了全世界 在阻止疾病扩散上做得太少 他们需要为自己所做所为负责 他同时指控中国囤积口罩等个人防护装备 导致疫情恶化 现在中国面临多过类似控诉 特朗普也说 相信这不是最后一起 最早听到的这种荒谬的索赔声音 我还觉得应该只是个别的风华 不值得关注 而这几天 联合声讨围堵中国的势头越来越猛烈 因美法等国大有抱团清算中国之势 这让人不得不重视起来 也让人不得不联想到当年的八国联军 想到清政府被迫赔偿八国联军 4.5亿两白银的屈辱 中国还会像一百年前的大清朝那样 任他们宰割吗 割香港割澳门 倾家荡产赔银子 二 他们会得逞吗 当然不 4月20日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回应相关问题时 说得很到位 病毒是全人类的共同敌人 可能在任何时间 在世界任何地方出现 中方其他国家一样 受到了新冠病毒的攻击 是受害者而不是加害者 更不是病途的同谋 2008年发生在美国的金融动荡 黎曼兄弟公司破产 最终演变成全球金融危机 有谁要求美国为此承担后果了吗 是啊 几乎一模一样的事 为什么发生在美国 他们就觉得理所当然 发生在中国 你们就要索赔 讲不讲道理 因为新冠疫情而向中国索赔 是很荒唐的事情 中国当然不可能让他们得逞 甚至那些叫嚣赔偿的人 多半也知道他们不可能得逞 就是说索赔本身并不可怕 真正可怕的 或者说真正值得我们关注的 是他们为什么要找我们索赔 为什么不找美国索赔 偏要找中国索赔 是只有中国有错 美国就没有错吗 怎么可能 这背后有特别复杂的故事 三 他们为什么针对中国 先说说中国吧 其实很多中国人并不了解中国 更不了解自古以来 中国和世界的关系 中国 从秦朝到清朝中期 近2000年的时间里 基本上都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在《论中国》中说 中国从未长期地和另一国 在平等的基础上交往过 因为中国从来没碰到过 大于中国社会 很长时间内 中国都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 人口众多 物产丰富 文化渊远流长 中国在众多方面都表现优越 是周边国家学习的榜样 那时 外国使者见皇帝 不是为了谈判或谈国事 而是前来领受圣上的文明教化 皇帝也从来不与其他国家元首会晤 皇帝接见他们 只是一种礼貌和恩德 所以自古以来 中国在全世界的地位都非常之高 当属皇家贵族 只是两百多年前 西方进入工业社会 迅猛发展 中国没跟上这一步 才落后了 因为落后又挨了打 所以从领先大国变成了落魄穷国 穷日子就不好过 就被人看不起 时不时接受欺负 所以当战争结束后 社会稳定之后 中国再要拼了命地往前追 邓小平早就说了 发展是中国最大的战略 要发展就要有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 否则兵荒马乱的 我们就没有精力 也没有心思搞科研 搞建设 对吧 所以邓公还有两句话非常一名 如何处理发达国家 对我们的强大戒心 不要批评别人 指责别人 过头的话不说 过头的事不做 外交活动要以趋利避害为主 不为自己树立对立面 越发展越谦虚 为了赢得发展的时间 这些年中国付出了很多 忍下了很多气 花出了很多钱 向几乎所有国家示好 不断地跟全世界解释 承诺我们不称霸 而这一切换来了 相对平和的国际环境 中国抓住机会 向前狂奔 我们用几十年时间 走完了发达国家 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历程 成就有目共睹 1997年 亚洲金融危机 中国扛住了 2008年 全球金融危机 中国又扛住了 这让西方国家 不得不擦亮眼睛 重新认识中国 于是中国威胁论 渐渐挣了上风 而这次新冠疫情 中国首先爆发 但是又稳稳地扛住了 这回西方国家 真的是不淡定了 所以什么集体索赔 抱团问责之类的歪点子 就都来了 美国和日本 甚至有意资助 他们的企业撤出中国 现在美国已经把中国 当成了头号的战略对手 他们不接受强大的中国 和他们并驾齐驱 甚至连接近他们都不行 就像一个班级里 那个班级里呼风唤雨的学霸 不愿意看到第二名 和自己越来越近 最近准备竞选 下届美国总统的特朗普 和拜登分别发布竞选广告 不约而同地拿中国说事 特朗普抨击拜登对环友好说 美国必须阻止中国 如果要阻止中国 必须阻止拜登 拜登则立即回击 特朗普对中国态度软弱 双方都争着表示 自己对中国更强硬 这对中国显然不是个好消息 因为以中国现在的实力 真的还无法跟美国抗衡 中国还需要时间发展 如果美国拉拢其他国家 一起针对中国 遏制中国 那对我们的影响无疑会很大 但是现在看来 之前那个相对平和的环境 一去不复返了 中国正在面临改革开放以来 最严峻的国际形势 以后的路恐怕要更坎坷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